被屋主家中装饰的监视器拍下来了 请听张文璐报道 台中市警局风源分局风东派出所远警淋浴山 12月13号接获民众报案表示 在风源区的家中遭窃贼入侵 偷走了2万0500元 远警前往被害人家中搜证 屋内并没有大幅翻动的痕迹 小偷拿走现金还将皮夹放回原位 不过小偷再小心 走过必留下痕迹 因为屋主为了照顾小孩装有监视器 远警从监视器清楚看到一名男子行窃的过程 身上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及四脚裤 当天夜间只有十多度的低温 男子就这样在屋内来来回回 因为他怕发出声音 所以他就穿内衣裤在屋内行窃这样 警方比对路口监视器 透过机车到太平区找到53岁的理性男子 男子工程师从隔壁的阴架爬上顶楼进入民宅 原本天气寒冷 不过他为了担心身上的衣物发出声响 吵醒住户 所以事先将衣物脱掉 放在隔壁房屋的屋顶 只穿内衣裤进入 男子两天后被捕 他工程师因为家中有人生病才偷窃 男子只花掉500元 还有2万元现金 警方一切到罪 以送法办 中广记者张文璐在台中报道